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在LA最后一战 张平大使 住洛杉矶的大使 就请吃饭 然后就是把美国 比较有名的两个战略家 请去了 那天晚餐 一开始他们就骂 特朗普政府 因为特朗普政府 刚在东南亚搞了一个 叫美国国家开发会议 想跟中国对抗 结果一问 美国政府说 捐款500万美元 他说你这个瞎子 还不如不去 不如不花钱 因为中国一出手 70亿美元 知道吗 然后你是有500万美元 他说这个太丢人了 等于现在美国没资源了 这样搞不赢的 知道吗 中美博弈的这个大背景下 我国是如何 稳定住周边外交的 基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 我们的外交政策 是否会有所调整 我今天给他带来 这个红色收藏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 这个产品 我当时作为翻译 作为工作人员 参加宴庆 但收到这么一张请柬 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 粉丝